這個是4.29元 然後我會展示這個人 昨晚我們在市售賣55.000元 只能夠賣55.000元 在2分鐘內 打開我的心 我仍然不相信這是真實的 不到兩分鐘 業績就達到160多萬台幣 雲賽的中古金品包事業 不斷刷新紀錄 我總是覺得 可能我的網站會失敗 因為全部都說售賣 但你們真的很快 全部都售賣了嗎 今年光是上半年 銷售額就超過百萬美元 經營不到兩年的線上金品銷售 能創造這樣的成績 全靠雲賽對於金品包款的眼光 還有熱情 所有東西都很創造 基於我的風格 我的愛和風格 我選擇每一包 每一包 如果我不喜歡 我不會賣 因為 有危險 如果我不賣 我必須保持 如果我不喜歡 我不會使用 第二 我會在直播 我會在直播 我會在社交媒體上 我會在社交媒體上 展示這些包 如果不是100%真實 人們會看到你 比起搶手的全新包款 雲賽就是特別喜歡 中古包的質感 二三十年的歷史 讓每一個包 都有自己的故事 這也讓他 從一個單純的 中古五金品包愛好者 轉而 投入相關產業 我告訴我妻子 我的天啊 我愛找到二次手袋 我會找到很多 我會在店裡 我會在店裡 我會看到很好的 我都不能買 全都 因為資料 我會不會得到 購物 他給了我這個想法 為什麼你 開始購物 然後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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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能夠保持 去年一月 開始靠著1.5萬美元的 資金起家 雲賽一開始 只是把轉賣的 中古金品包 當作副業 但沒想到收入 甚至超過自己 在大企業 擔任數位行銷經理的薪水 更是把雲賽的知名度 推向高峰 每個星期的直播拍賣 總是業績長紅 每個禮拜固定時間 線上銷售 透過飢餓型 雲賽也養成一群 重視顧客 每個星期 20到30個包款 通常就會被瞬間秒殺 雲賽現在是透過 Shopify銷售中古金品包 目前業務量已經大到 必須要聘請媽媽還有妹妹 一同經營這個銷售額 超過百萬的失業 未來準備開創自己的品牌 打造獨一無二的中古包 金品王國 TV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